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,中国人发明了火药,但是却用来制造烟化,而外国人却用来制造5G,最终外国人拿着中国发明的火药来打中国,中国被打败了,这话听起来很有讽刺的意味,也不是那么准确,但是其中蕴含的火药5G发展时却大体是正确的,火药5G最终是中国发明的,但是很快就落后于欧洲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 早在唐朝时期,中国的炼弹家们就偶然发现了火药的配方,于是火药诞生了,到了宋代,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,于是大量将火药用于战争,这自然是推动了火药武器的进步,在蒙古兴起的时代,无论是南宋还是清国,都装备了数量可观的火药武器,但是宋金时期的火药武器威力有限,威射力大于杀伤力, 火药武器真正在战场上扮演重要地位,那是从元朝开始的,1887年,元朝制造了世界最早的铜火虫,从此火药武器不再是杀人的武器了,而是真正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了,早在蒙古西征时期,蒙古人也带着大量的火药西征, 让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眼花缭乱,因此,元朝不仅推动了火药武器的进化,还推动了火药的传播,元朝懂火虫,很怪,火器的制造技术就从元朝传播到了阿拉伯,阿拉伯人根据火虫仿制成功了木计管型火器,马达法,很怪,阿拉伯人在和西班牙人的战争中,又将火器技术传播到了西班牙,乃至于整个欧洲, 1308年,西班牙的斐迪南戏士就利用火炮夺取了吉布罗多,根据相关计料的记载,当时西班牙的火炮是用断铁条焊成圆筒,外面用大铁咕咕,锦额制成的,这种形态是完全仿造元朝的制造的,到1326年,欧洲出现了第一门能够被实证的火炮,这门火炮的形状像一个花瓶,因此被称为花瓶炮,花瓶炮的使用方法和过去的火虫, 马达法完全不懂,这说明欧洲人已经开始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了,1346年,英国和法国爆发了克雷西起战,这是欧洲第一次火炮被广泛运用的战役,在这次战役中,英国人用火炮将法国的歧视打得落花流水,那么,中国方面的火药武器发展又如何呢? 原末明初,由于战争频繁,火药武器被广泛运用,考古学家已经出出土了大量的火虫,不过,中国的火虫类型并没有在元朝基础上发展多少,只是数量更多了,规格更加统一了,这说明,中国的火虫发展还是缺少一些创新, 而德国的一位工匠却在1378年制造出了,可以发射120磅重的炮弹,可见当时欧洲的火炮技术已经开始领先中国,永乐年间的火虫,宁朝稳定下来后,中国火器的发展几乎停滞了,原因是战争变少了,对火器的需求也随机减少,当然,我们并不能说完全没有没有变化,例如从永乐到嘉靖年间,在火虫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轻变火虫, 狗径在17厘米左右,这种武器立即于现在的清醒强歇,另外,正的年间出现了大型的冲爆,狗径可以打220毫米,长810毫米,但这种火重依然是手机火重的放大版,不是大爆,另外,由于炮管太短,炮管必薄,其射程为威力都十分有限,同时其,欧洲的火爆技术则突飞猛进了,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巨爆的不断涌现, 这些巨爆的口径甚至是明朝火重的几十倍,1110年,弗朗基爆的原型已经出现,1111年,欧洲出现了法乌尔麦特巨爆,口径76厘米,弹丸重409公斤,当时的欧洲工匠一方面提高火炮的口径,以增强火炮的威力,另一方面则优化火炮的结构,加长将管,以增加火炮的射程, 1453年,奥尔斯曼人进攻败战领时,使用了一种超级火炮,沃尔班大炮,其火炮长为5米多,重17吨,装点弹药680公斤,起炮击中基地无不地动扇摇,威力绝大,火炮大规模发展后,欧洲的城堡也就不开一击,欧洲的殖民者还将火炮装在船上,形成了火炮翻船, 在中世纪后期,就有人将火炮扔装在战船上,但早期的翻船火炮主要还是驱逐对付为主,到1488年,英国人建造世界第一艘火炮风翻战船,这艘船装架了十多门威力巨大的火炮,随后,英国又建造了大阿里号火炮风翻战船,有21门火炮,射程为1457米,1521年,葡萄牙人在东南亚购买了三艘中国翻船, 然后装上了小型大炮,就闯进了出江口,明朝水溪则调动了50多艘船只进行了抵御,双方大战,明朝船只无法靠近葡萄牙船只,双方僵持了40天,此后,葡萄牙的船只竞加到6艘,明朝则大量竞加火船,对葡萄牙船只进行了火控,此战,葡萄牙损失了3艘船,而明朝则损失几十艘,很怪,葡萄牙又带领6艘船只来, 明朝96艘船只接战,最终葡萄牙损失了两次,此战后,明朝人意识到西洋人火炮的厉害,于是开始从葡萄牙,西白牙赫兰人手中购买一些火炮,当然了,明朝人认为西方武器先进并非是我说,而是明朝人自己说的, 火宫这要说,近来够得西洋大众,金弓尖利,命中寄远,猛力无比,更胜诸祭百千万倍,海外鸟中金弓,诸夏不如扶西洋抱着,来襄山欧夕夷,鸡所照也,齐志小庙,且铜铁极其锻炼,大小乡镇,厚包得意,贵言有方,无意不善,齐志虎要知法更及其功, 从佳境年间到明朝末期,明朝不断向欧洲购买火神强,浮朗基,红衣大炮等先进火器,逐渐才改变了明朝火器严重落后的局面,但是,明朝只是购买或者仿造,依然没有创新,这也导致中国的火器始终在世界上处于落后的地位,有意识的是,明朝原本认为女真言只为其舍,不畏火器,没想到后来清朝的大部队, 却带着火炮轰管了明朝的一座座城池,实现了入管